昨天我寫了提前申请退休书 寄给福建 福建 明清的人事局 我在周围当然好多福建班的 闲事夫福建班的马上就知道 当然他在这里还可以 以我前情人的哪一个女人的名义 一直说我应当滚回去 不应该申请退休应当回去 然后再以黑社会的 派到我第一家的黑社会 搞得好像我前情的那个什么女人是 宋美玲 她不是宋美玲 只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嘛 怎么那么那么了不起 我前情人也就是一般的人 搞得好像她是蒋介石 除了闷见回福建很可怕 开始被监控 然后没有了自由之外 我还摇挂了 是小过之更 好像是小过之更 小过之更 四路流年和日的棺木 变化是六冲 但就是说有感觉是有一些宣向 公务员的工作一般没什么技术含量 没有背景的人人家凭什么让我回去工作 既然如此当然要控制我 禁止我找自己愿意找的男人强迫我跟乌龟玩吧 所以我还是退休 然后自己努力考法律 争取做个律师 不行的话就念英文嘛 然后寻求出路 能让我回福建工作 能给我岗位工作岗位是为什么 是因为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非常伟大 过去反正今年嘛 几次听见鬼说要解决你解决你 结果真的来解决我了是吧 可能是因为中共福建班的要借我弟那个黑社会生的儿子需要钱来来盈控我是吧 来来这样子你如果回去工作的话 那很可能那个黑社会还要以我的名义去受受贿 如果真的是吧 有有什么职权的话 然后到时候罪过都来都要我来承担是吧 黑社会那个福建班然后最后把我弄进监狱是吧 就很难讲啦 福建班的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 咳咳咳咳 啊 那中国巴黎民有个铁在国内没有学历真的很难出头是吧 词典是什么意思 其实公务员工资也不高嘛 再加一些钱是吧 还是还是不够 人家那个黑社会他的胃口是很大 或者说公号老婆他的胃口很大 需要我进监狱这样子给我给我构罪一下 然后进监狱 词典是什么意思呢 国内没有学历真的很难出头 这什么意思 可能就是说要栽培我弟儿子需要钱 就有理由盯上我的钱了 所以可能这是福建班的从上到下沟通好了 或者是从习近平到派到我弟家的黑社会全都沟通好了 然后勾连在勾连在一块让我回去工作 并死死求助我然后吞我的钱这样子 因为周日周日我去拿那个爱慈病报告嘛 检验报告 回来以后就听见鬼说习近平嘛 然后周一人事局就打来电话 叫我回去上班 我就只好写退休申请书 之前我发视频说不愿意退休嘛 中国吧有一个帖说什么没钱呢 朋友就不理我了等等等等那个帖 昨天之后呢 昨天就是我记得那个申请退休 我当然也有跟人事局的人沟通打电话嘛 那电话 不知道有没有被监控 中国吧又出现这样的帖 昨天我我我申请退休啊 就出现这样的帖 老四人的饥饿之间穿孔而过究竟有多短小 我愿意退休就是放弃钱财 就是放弃一部分的钱财嘛 磁铁不知是不是针对我我前情人呢 还是要防我前情人嘛 于是才有这样的帖嘛 是吧 意思是说他如果愿意跟你的话 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是吧 好像只要哪一个男的跟我有关系 中共福建班呢 马上给他们送去女人啊 那那那送一次如果失败的话 他可能要要提高胆次嘛 知道你愿意接受为止 因为他们马上就知道这些人的 生智器方面的缺陷 2006年嘛 那个河北的张小沃子 跟我有点关系之后 福建班呢 可能是马上给他送去女的 因为 因为后来我听见 听见福建班的特务 在我周围放话 一直是说 这张小伙子啊 有找泻的毛病嘛 然后一直粉刺这样子 我前情人跟我有关系之后 福建班的丹男也给他送去女的呢 然后那个时候 就一直在20128 说说这个 他的生理上的不足是吧 小伙子找老女人一般都是有些不如意的地方嘛 肯定有一些问题是吧 但我当时基本 但我当时基本愿意选择他们嘛 因为我主要看外表人样是吧 呃 呃 这个其女人的话 当然一般你说要保守一点嘛 男人一般你说 呃 人家送上来的肉干嘛不吃呢是吧 今天一早了 股市大盘开盘之后 不久就停电了 然后我感觉是针对我昨天申请退休的事 故意在股市开盘之后停电 那就是针对我股票的事了 呃 可能是说我放弃工作上的利益 想从股市里赚钱 中共还我跟还贼似的 然后我打开门嘛 发现外面那个印记灯亮着 好像在在干嘛一样了 之后就听见那个呃 伴男部女跟他呃 这个一个伴男部女哦 跟比他还高的女人同居的东北矮男 说什么停电之类的 之后又听说是漏电 但我怀疑是故意停电了嘛 这个东北矮男 是中共互健帮以东北 东北那个齐爷爷是公安局局长 他自称嘛 他说他爷爷是公安局局长的群众女演员 女演员的名义安排安排在这里 是吧 他这个这个矮男是中共互健帮跟东北 邪恶的那种公安集合的产物 他很巴结 我看见他很巴结 环东代理人 那个那个小伙子 估计有对环东代理人进行收买 肯定是给的钱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少利益 所以这个环东代理人应该是完全听从 福建般的指挥要停电就停电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要收买这么这么一个小人物 那太容易了 过去多年前我就听见周围的特务 似乎在表达这个 这个福建华福 华福证券公司那个 郑主任还是公号老婆的意思表示 咳咳 他说什么 这个证券投资印单是什么 公平公正啊 意思是说我研究阴阳八卦的 我的信息比他们厉害 啊就不符合公平公正了是吧 咳咳咳 其实也研究这个你的水平是完全是有限的 非常局限性非常小 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去搞艾齿病鉴定是吧 咳咳咳咳 当然也没有艾齿病鉴定 咳咳咳 我当然也从自己八字上面看是吧 也有这种考虑 当然我也有摇过挂 说那个我又没有艾齿病呢是吧 但但最后还是要去检查一下 到医院去检查肯定这个现代现代的工具 你这个逃脱不了 公司法第126条的公平公正原则具体体现在哪里的 其一这首书上讲的当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时候 应就有关股份发行的信息依法公开披露 其中就包括了公告招股说明书 财务会计报告等等 其二的同次发行的股份 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价 每股应当支付相同的价格 其三 发行的同种股票 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应当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公平公正讲的是这个 是吧 你总不能说禁止股民们去搞什么技术分析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分析 那叫股民们是跟撒猪一样的 不愿动愣很老金的 因为我们没有信息优势 我们没有内幕交易嘛 我们 我们没有关系呀 而他们是有关系 像公号老婆 像王小红这一类的人 他们才有 才是有关系的 买苦药 当然应当愿各种技术 管它是什么技术 主要能赚 只要能赚钱就行 甚至为王败者为寇 而他们有权有势 一般是有内幕消息的 就是内幕交易嘛 这才是违法的 是吧 这才是违法犯罪的 甚至他们操盘啊 因为他们有大资金 他们 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资金 他们完全可以掌控 这个 这个 完全操作 他们可以坐庄 是吧 这个也是违法 其实这也是违法 他们这一切都是违法的 但是因为他们站对对 一般没事是吧 也就那徐翔抓进去 因为 咳咳 而我这种完全靠自己脑子的人 如果能挣钱 真的 那个 钱是拿不出来 因为我 梦里面 我就梦见 好像是这个意思 好像是这个意思 咳咳 呃 今天又听见鬼说 我以来如何场啊 所以估计我得努力念法律 不行 的话再念英文啊 或者去美国 北京是比福建好多了 但仍然是掌握在他们手中 如果能去了美国 肯定比北京好多了 但仍然 仍然他们有权有 他们有势力影响 他们仍然有势力影响 但但 仍然都是向往着好一点的嘛 都是 仍然都是自私自利 嗯 从自己的角度 呃出发嘛 人权自由观念 这个帖哦 标 标题叫 人权自由观念堕落了一代代 嗯 青少年 呃 词帖可能是说 我想管自由 他们权贵没有自由 如何能那么早 他们是超自由的啊 如何能那么早 就结个如意的婚 是吧 爱国爱党是有个前提条件 是吧 呃 上海 七寻阿婆 呃 有老公 有儿子 缺 呃 曾流浪气概 都市 住在 立交桥 这个帖 呃 其他除了我前面说的那个意思之外 可能还包含其他意思 意思是说 我进米江那个 呃 职业大学 呃 这个 这个有指标 有编制的学校嘛 对吧 就是走后门嘛 就是 就公号给我们弄了 所以 所以才有调外清那个案件 这是我的看法啊 我 我的理解 我后来所想的 呃 米江大学这些同学如果有问题 那习近平就更有问题了 是吧 呃 因为我们这些人怎么说还是有考试的嘛 那习近平一上次没考试的 是吧 习近平打在那里 米大的同学们 难有 很难有问题 是吧 是啊 我就曾经听见过去就曾经听见 我妈在乎 说了话 说了话 有些失落 大约是说因为习上台 呃 我们这些人就安全了 安全也没人家 呃 是有权力和金钱来整我的 就是 人家可以个别整理 你看 这 想怎么整理就怎么整理 那说 呃 只要我待的地方 周围他们都安排一种 恶 恶势力 恶势力 然后通过他去发挥作愿 这样 然后我 我家里面安排的黑社会 安排的黑社会 我妈账户也是客户 都是恶势力 都是要来整我的 整我的他们才日子还好过这样 或者说他们 整我的话 他们有 有很大的好处 这样子 所以讲 所以讲 只要我 我在的地方 周围都是 都是 都有恶势力 不管我在哪里 他们都要安排恶势力 这样子 所以说这些人掌权 只要这些人掌权 那很可怕 很可怕 过去就在证券公司里面 西部证券 那个股民就他们的走狗 一直在那里说 一直说 我即使挣钱 钱也移不出去 他一直这么说 一直这么说